我去英球吃几箱饭就没脸 那你可以刷卡呀 刷卡有刷卡记录啊 就是都可以看到的嘛 那你去工作吧 我再给孩子带孩子 我行啊我ok啊 向太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啊 估计就是撮合儿子和郭碧婷 让郭碧婷顺理成章的成为 向家儿媳妇吧 向太对郭碧婷的宠溺真的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在餐桌上向左向郭碧婷 扔小签子的时候 郭碧婷不顾镜头回对向左 你扔向爸爸试试 在一家团圆的饭桌上 如此戏弄调侃公公向华强 看来郭碧婷和婆家关系 实在是太好了 婆婆向太在一旁看着郭碧婷 一直笑 把她当成亲闺女一样看待 向太的反应暴露真实婆媳关系 本来民间流传的说法是 婆媳关系是世界上 最可怕最煎熬的存在 可在郭碧婷和向太这里呢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其实他们更像是朋友的关系 当郭碧婷被网友们恶言攻击的时候 是向太站出来安慰她 她直言要为她出气 遇到这样的婆婆呀 郭碧婷就偷着乐吧 前段时间的一档综艺节目 来自手机的你非常火 向左和妈妈向太也去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是一个以嘉宾手机 主要观察对象的节目 所以向左跟向太的手机 自然也是全网关注的焦点了 作为吃瓜群争的我们 也抱着好奇心 想要知道向太跟向左的手机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原本大家都觉得向太看起来很强势 不过当大家要看到他的手机的时候 却十分的豪爽 大家也对他的手机特别关注 其实当看到向太的手机通讯录中 都是大牌明星艺人 就已经很震惊了 没想到的是 当镜头扫过向太的屏保时 便瞬间引起了湾中的一片哗然 原来向太的手机屏幕 壁指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儿媳妇郭不停 身为牵线人和头号粉丝的向太 真的把宠儿媳妇刻在DNA里咯 向太细数向左和郭碧婷的甜蜜点滴 还谈到一个细节 就是向左和郭碧婷第一次的见面 是在一次巴黎时装周上无意碰到的 当时郭碧婷走路时不巧踩空了 在即将摔倒的时候 向左来了一个英雄就美 把他拉住了 跟演电视剧一样的剧情 羡煞嘉宾们 年前那时候已经在巴黎时装周 他们碰过 郭碧婷还刚好踩了个空 摔掉 然后向左把他拉起来 好浪漫啊 原来我今天就美了 而且他抱在怀里是这样的 说你没事吧 都直呼真的好浪漫呀 而且没想到就这么一摔和这一拉 却成就了这一段美好的姻缘 其实向太喜欢郭碧婷呢 是有原因的 他的真实知性 向太都看在眼里 在参加时装秀的时候 向华强一家子啊 整整齐齐都来参加 看上去十分幸福快乐和谐 在还没有开始时 坐在台下的郭碧婷和向太两个人 聊得很起劲 甚至还摇头晃脑 哈哈大笑的样子 看上去呢 就像是一对很久没有见面的好闺蜜 能够把婆媳关系处理得这么好 除了性格上的磨合 还要有娇强的示娇能力和智慧 这次在现场 郭碧婷和婆婆 两个人全场捞渴 完全没有顾得上一旁偷拍照片的镜头 甚至连坐在两个人中间的向华强 都完全插不上话 感觉容不尽他们聊的话题里 还有点小无奈 爱国不停 有这么个好婆婆 真是让人羡慕呢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哟